大家好 欢迎来到的冲击世界 今天在冲击世界要做的是这一个candy can 这是一种糖果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一个 绿色跟白色配 那这一个里面呢 我有塞这种 铁丝 那这样你在弯它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这个两个里面没有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铁丝也无所谓 也是可以做的 那有是比较扎实一点 那如果以这一个来讲呢 我们会需要48条白色的彩虹圈 那40条绿色的 然后中间塞一个铁丝 那这个铁丝大概10到11公分左右 那材料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今天这个糖果呢 我们只需要4针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monster tail也可以做 随便选4针 然后做法都是一样的 那首先呢 我们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 把它转成两个小圈圈 挂在其中的两针对角 然后转成一个8 再拿一条白色的 也是一样 转成两个小圈圈 那转成8呢 只要第一层做就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只要拿一条彩虹圈 在这4针上面 绕一圈 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在编织器上面有两层 我们把下面这一层搬到里面 那这个条纹呢 你可以自己调配 那这一个呢 我们是两层白色 两层绿色 两层白色 两层绿色 那像这一个是每一种颜色各一层 那看起来它的颜色会比较紧密一点 那这个也是每个颜色各两层 所以看你个人喜好 那今天我们要做两层的 所以我们现在两层白色的 接下来两层绿色的 再加一层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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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层绿色之后呢 再来把两层白色的 那一样把下面一层搬到里面 那一样把下面一层搬到里面 这排一排白色的 好 那两层白色完之后呢 再排两层绿色的 那接下来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现在开始这里长度越来越长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你要装铁丝在里面 现在就可以把它塞进去 那这个铁丝呢 最好是类似颜色或者是淡的 白色的最好 这样你在外面看不到它的颜色 那因为我们要白色的 所以我用绿色的 那塞上去之后呢 我们继续 我们刚刚是两层白色两层绿色 所以下一层应该是绿色的 那编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暂停你的影片 然后继续编 编到你想要的长度之后 再回来看我哦 那我们现在继续编 编到这里都盖满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结尾了 那我们可以拿一个普通的编织棒 那都收好之后呢 我们拿一条彩虹圈 你可以用绿色或白色都可以 把它全部都搬进来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那绑一个结就好了 那绑一个结就好了 然后把剩下的这一个安全带 把它藏起来 藏到里面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看不到了 那都编好之后呢 把它挤一挤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 找一个 你想要它弯的角度 那这样子我们的糖果就完成了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哦 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有新作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贴个看到哦 也诚挚邀请你参加我的粉丝团 在我的粉丝团上面 你不但可以看到我新作品的预告 也可以看到其他团友们的清新制作 当然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作品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